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这上文书咱们一播出啊,这金川还没乱呢 咱们书馆先乱了,有很多好朋友就给我指出来了 说这说书的你太坏了,越来越坏 你看你啊,这车轱轱化的来回说,你这不是水视频吗 你要这么说啊,我还真有点不服气 您瞧,我给您算个仗啊 这个按人物线讲故事啊,每个人物线到重叠的时候啊 哎,故事都是一样,我翻回头看了看呢 还好这学徒我呀,并没在人物线交接的时候啊 过多的莫非,可是他这个事件呢,他难免是重复的 那有人说了,你就不能换个方式讲吗 你讲故事带人物不行吗 哎,咱们书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就琢磨了 这一打金川啊,这个故事带人物,这种讲法啊不合适 为什么呀,因为这乾隆皇帝望着金川前线派的大臣 实在是太多了,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能成为这个故事的主线 如果咱们不单拿出来讲啊,涉及人物多了之后啊 再分支讲,哎,可能就不好往回收了 哎呀,幸亏啊,咱们水的也不多 哎呀,还请您呢多原谅,哎,咱们以后呢,我也会注意 得嘞几句闲言抛开啊,咱们书归正传 咱们接着讲这金川大战当中的月中席月军们 到了这个雍正十三年的八月八日 乾隆皇帝接到了月中旗的两份告发张广四的奏折 这会儿的朝廷,乾隆皇帝对乐钦、张广四那算是完全失去了信心 于是啊,这乾隆皇帝在九月初十日一封诏书 下定决心就把这张广四和乐钦急调回京 哎,内容说的呀,还算很婉转 是让这二人回京述职 不过呀,这个前方啊,咱们提到过了 你看这又得讲点重复的 这个乐钦呢,哎,因为估计错了形势 跟这皇上表示出我急于要回京 快快的逃离金川这块是非之地 这乾隆皇那一生气啊,干脆就把他留在了军中 免去一切职务在西路军中啊 那叫当差赎罪 张广四回京之后 被掐奸入狱落的一个迎台御神 那这前线怎么办了呀 在这个金川前线当中没有经历啊 那都是无所谓的事 那这个川山总督呢 川山总督由谁熟理啊 这皇上啊,下的旨意里边就提到了 富尔丹暂行护理川山总督应务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得给您解释一下 这皇上啊,下旨意把张广四拿掉回京 哎,他是川山总督 这川山总督的工作和川山总督的大印 哎,都应该怎么处置呢 就先暂时啊,放在富尔丹这 这是皇上啊,亲自下旨意明令 让富尔丹呢,暂时啊 保管川山总督的印信 按理上呢,就是说呀 让这个富尔丹先代理川山总督的职务 哎,和这个意思差不多的 就是当年雍正皇帝让这个亲命宁远大将军 越中旗,回京溢醉 在西北军中啊,这个张广四 暂行护理亲命宁远大将军印信 哎,这回啊,掉过个儿来了 改着张广四啊,回京问罪了 那么这皇上单挑富尔丹 让他呀,这个护理川山总督印信 这里边到底有没有深意啊 哎,那当然有深意了 因为这富尔丹呢,那是月中旗军中的老哥们 哎,要说这富尔丹呢 满洲相皇旗人,是瓜尔加市 开国五大臣之一的费英东 那就是这个富尔丹的曾祖 和这个月中旗一样,那可都是康熙年的老臣 那么为什么说这富尔丹和这月中旗是军中的老哥们呢 因为当年啊,在雍正年 他们二人都在西北军中 又前后讲的啊,让这雍正皇帝都治了罪 又都是在乾隆年间啊,被乾隆皇帝复起 所以说啊,这两个人呢 那可以说是共情同病 两个人是星星,西星星 对此,这乾隆皇帝还有明指 这军中的一切事宜,富尔丹会同月中旗市相机调度 这么一来啊,就等同你把前线的军权啊 一下子放给了月中旗 可是这会儿啊,前线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啊 这月中旗,富尔丹这两位老将军的呢 都是武职,都是武将 虽然这富尔丹呢,他占领川山总督印信 但是啊,让他筹集粮草,转运军资 这些个事啊,就让这老将军很为难了 为什么呀,没干过 这一辈子竟冲锋打仗了 哎,这种后勤的工作就没参与过 那么,有人说的呢 不是还有这个四川巡抚祭山吗 哎,倒了没了 这巡抚老爷祭山啊,就在上个月 也就是,这乾隆十三年的七月份呢 坏了事,被这个严臣呢,哎,弹劾了 那为什么呀 哎,罪名就是家征类民状 那什么意思呢 说的就是在四川当地啊 给这四川人民或是加税或是加富 要不然呢,就是家征了姚义 这乾隆皇帝听到这些事情之后 他当然是生气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前线呢,就在四川 这四川人民呢 什么挑富民富啊,转运粮草 一切一切的这个姚义啊 是没少富了 这乾隆皇帝明令啊 在税赋上面啊 这四川一省是减免的 怎么作为这个四川一省的父母官 这会儿你还敢盘剥四川民众呢 哎,这四川巡抚济山啊 就这样被解了职 回京不易去了 哎,一什么呀 一罪呗,一什么 那么这金川前线的军需物资供给 是由谁来调配呢 这乾隆皇帝一拍脑门啊 想起个人来 这乾隆呀,自个儿还一个心腹呢 谁呀,班帝呀 这班帝呀,竟在咱们这段书里穿插了 咱一直也没细细的讲过这个人 班帝是什么人啊 班帝呀,也是湘黄旗人 哎,对了 和这个皇老爷子是一个旗 只不过呀,他是湘黄旗蒙古 哎,您一听他姓什么 您就知道他是蒙古人了 他姓博尔基吉特 至于啊,他和这个孝庄文皇后 有没有什么亲戚呀,哎,这也不得而知了 这个,这会儿啊,他在前线啊 监军都军 作为这个乾隆皇帝的军事观察员呢 顶着一个兵部尚书的弦 那为什么就顶着一个尚书弦呢 因为您这个尚书啊,在前线 不过这京城里的兵部啊 他不能没有堂官不是啊 所以说人家那儿啊,还有主事的堂官 通常啊,都是有某个大学士 礼兵部事 那么在这儿呢,您有个尚书弦的,完全皇上的意思 就是说呀,让你在前线把这面子撑住了 能够直起腰杆子说话 在七月底的时候,这乾隆皇帝就命他藏管四川巡抚士 那就再明白不过了 这后勤呢,就交给了这班弟 咱们都知道这班弟,他是个明白人 宝举月中企业就是他干的 并且搜集了所有张广寺的犯罪材料 很难说是犯罪,实际上就是张广寺独职的材料 一准啊,这汇报给了朝廷 这会儿的班弟啊,在前线也有自己的位置了 从这个密探呢,转到了台前 撸胳膊挽袖子也准备在前线搭干一场 可是啊,就刚刚过了一个月 太倒霉了 怎么回事呢 哎,就因为这班弟啊,在给这乾隆皇帝搜集材料的时候啊 他有偏有像 这乾隆皇帝回过位来之后,就写了一封密纸 把这前线的班弟啊,一通臭骂 他说这个班弟啊,班弟啊,真这么信任你 你不对啊 你看你这前年后后几十道奏折 讲的呀,全是张广寺的罪过 哎,可是呢,既然这乐清与张广寺都有罪 那为什么这乐清的罪,你的奏折上却只字不提呢 看样子,你和乐清是一党 哎,这罪名可大 帽子呀,班弟肯定是顶不住 自古以来啊,结党营私这帽子底下呀 他没有活的 但是啊,这金川前线现在啊,正是御用人之计 这乾隆皇帝自个儿心里明镜知道 哎,这班弟也确实是自己的人 在这件事情上呢 你说他是结党营私啊,也可以 不过呢,这也有可能是这班弟啊 真认为这乐清无罪 于是这乾隆皇帝就看在正直用人之计上 放了班弟一马 但是啊,也得有具体的动作吧 总得惩罚惩罚 在这个前线效力,还熟理四川巡抚士 哎,这个兵部尚书啊 你别干了,降一格吧 改左侍郎吧 说实话,现在啊,这班弟的官也不小 四川巡抚,兼兵部左侍郎 哎,您现在再瞧这四川前线呢 那舒心多了 您瞧哎,富士丹,岳中旗 还有这班弟,他们这老哥仨呀 那是婴磨子 结不结党,赢不赢私的心放在一边 既然呢,这大家都是朋友 朝鲜这点事啊,算是好办了 那么咱们就三股神啊,拧成一根麻花 心往一处想啊,这近往一处使 这一回啊,咱们可要好好的卖一卖咱们的老精神 这金川前线铁三角刚一组合就有了这个康巴达 大姐 下线铁三角